上一次我特别说到我早期进入中国 发现中国原来那个时期还是体制还未好健全 贫困的人又多 大批的农民工就涌入城市那里打工 城市也很混乱 我早期发现中国原来还有很多女孩子 没有机会读书 十几相片出来在城市打工 看到消息 有很多女孩子很可能进入了一些不正经的行业 中国政府不允许有色情行业 但是当时有很多所谓卡拉OK等等 就会请一些女孩子去陪人唱歌等等 其实多一点又会涉及一些色情的工作 我提到当时一个朋友带我去卡拉OK 一个有钱佬接待我熟悉的一个教授 他是一个院长 对于有钱人来说 他会带人去这些地方 表示一种对人的接待 这是商界的人 他们不是读很多书的人 不过已经发达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真的很震撼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到这些地方 就看到真的有些女孩子进来 会陪你唱歌等等 我跟他聊聊天 了解到他们都是初中毕业 因为义务教育 中国是到初中毕业 他没有钱读高中 通常就会很快出去城市打工 主要就是因为农村太贫穷了 有时候这些女孩子 或者他有个弟弟 要父母希望供的男孩子读书 将来读大学 女儿就会牺牲出来打工 但是如果是当时去工厂打工 在90年代真的还很低的人工 如果你看过电影 叫做一个都不能少 就是说到那些农村女孩子 走到去城市 看在工厂那里 就发现原来是2元一日人工 那时候 中国的东西是很便宜的 但是人民的收入就很低 我看过电影 当然我自己很震撼 但是后来我都开始探访贫困地方 都遇到很多真实的人 而最让我担心的是 如果他想赚多钱 可能就会进入色情的行业 由于当时报纸有些报导 所以我上次分量到 就是在那些朋友带去的场所那里 当我去关心一下他们的前途 希望他们能够读回书 存够钱就是读书 那女孩子就会哭 一哭就是因为她当然想读书 不过是家里没有钱 但是家里可能有困难 所以他们就转做那种陪人喝酒的工作 那会不会有进一步 有色情工作呢 很大可能会有 当时那个老板带我去的时候 见我都不是这些人 都没有进一步做些什么 就很快走 见到我全身不聚在 但是我心里很不安乐 那个对着我哭的女孩子 就是因为她没有机会读书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 我们就有个团队 回到加拿大做一个团队 就是我们接触到一些地方 我去到民政部 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个意见给当时的部长 严明福先生 严明福本来是副总理 当时刚刚退下来 就去了做民政部长 他想帮窮人 所以也带我入山 就去到真的一个 杜宝人士的一个地方 那个赤城园 了解真是贫困的农村 之后呢 我们通过跟他们的联络 他就建议我们去广西 于是我们开始 就去广西的农村 那里开始一个团队 去关怀贫困的人 但没记得之后呢 我就遇到一个教授 一个真教授 他在香港 他就去 在上海那里 那些农民工的学校 去做个调查研究 他告诉我 那些农民工教授 就是一个教授 了解农民工 应该说 就发现是 就是农民工 如果出去去醒 去打工 就会是 子女仔 城市那里长大 但是他们 由于呢 没有那个户籍 进不了上海的 中学 小学等等 就只能进入那些 的私立的学校 私立学校 就是不是很有钱 而是很窮的私立学校 但是也要收学费 这个人呢 我很大关心 城市的小学校 如何 我们乡下的农村 都帮助了很多 小学校 但是 城市的小学校 可能更悲惨 因为 他看到高楼大厦 看到其他有钱的小学校 有车送他回学 但是他们自己很窮 而且还要读那些 还不是正规的 很落后的私立学校 一个私立学校 只能够租一些 以前用的学校 的校舍 来给这些小学校 读书 那么呢 農民工已经够窮了 那叫子女去读书 又是更加的 就是一个负担 要给学费 但是他和子女一起 好过摆在農村 做留守儿童 但是呢 就要有学费了 所以当时我开始 很担心这个问题 我来上海就认识了一个教授 上海大学的苏教授 苏鸿教授 那他是做社会学研究 那我托他帮我做个调查 就是农民工的教育需要 那他调查完之后呢 就是我们带团队去 那他又带我们去探访一些 农民工的子女 我看到又是真的 是另一种悲惨 是城市里面的破旧的 那些平房区 那些叫城中村 那些很窮很窮的 农民工住的那些很窄很窄 那他们又坐在椅子里 就用那张板床来做功课 那我们后来探到一个很小的家 那他有两个女儿 那一个刚刚读到中二 那一个小学 那那个中二的女儿 开始发育成长 开始是属于漂亮点的女儿 那但是我们跟他一谈 那时他就立刻哭 他因为他已经没有再读书了 今年呢 刚刚开始开学之前 那校长陪我去探讨他们 那因为他已经没有钱读下去 那校长看我们帮不帮到他 那于是我们一问他 他就哭 他很想读书 但是他没有钱 那我们即场就大家夹了 那个学费出来 其实学费是几百元的 那立刻帮他交学费 那校长叫他 明天就可以上学了 那大家看到这个女孩 后面呢 就是牆上挂了很多明星照 问他将来的梦想 想做什么 他就想做明星 那我们听见很担心 因为他是生得比较漂亮的少女 那他出来多数做不成明星 很可能就陷入那些色情行业里面 所以我真的立刻要帮他读书 就一直供他 供到他入大学为止 但他们进不到普通的大学 因为他们不是正规的中学 如果将来是职业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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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要去读 这个要读回职业的大学 但是这个女孩一见我们一问 他就哭了 我们也是很心酸 原来城市的角落头 那些繁荣的上海 还有很多城中村 这个是那个年代 是属于2000多年的年代 即是21世纪初期 现在有很多这些改进了 接着我们再探讨其他女孩 有一个哥哥读书 希望可以进到大学 但如果哥哥进大学要贵一些 因为他读职业的大学 要加学费 要贵一些 那他只能够 即是妹妹放弃读书 出去打工 那这里的妹妹就立刻哭了 即是她说她很想读书 因为她读书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立刻到时 即时夹钱给她 可以去读书 之后我就跟这个苏教授研究 我们不如长期去资助一批 贫困学生 在城市读职业中学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 農民工的关爱工作 即是由農村关爱工作 到上海的農民工 在宝山区 那么她也有一些慈善机构 是在上海的 那么我们跟她合作 就通过那些慈善机构 就将那些钱 带到给这些贫困的農民工学生 那么我们也帮助了一班的学生 那么一路帮助到她高中毕业 那么当时我们都每年都是探望他们 那么当然他们都是 就是那些小孩在那里长大 是有很大的自卑 也有很大的对家庭的担心 所以很多女孩 你跟她聊两句 她就会哭了 因为家里很艰难 那么所以我们后来就一直 帮助她们 都到她考入大学为止 在大学的第一年 我们都供了她 因为其中一个叫丁丁的学生 她就是小孩 她是考到大学 但是父母说 没有钱了 你不要读大学 那么她就很伤心 但是除了哭她没有办法 后来我们也供了她入大学 那么在这些很多故事里面 我们特别帮女孩多些 因为怕女孩会出来学坏 就是被这个很可怕的社会 吞灭了她们这些少女 所以有两个她写信给我们 她说多谢我们 因为如果我们不供她 一路读完高中 她很可能都要出来打工 家里有艰难 有些是妈妈被车撞了 有些是家里有病 然后很困难的时候 她们就没有办法放弃读书 出来打工 打工她说 我也不知道会去什么地方打工 她也很担心 可能做了她 她长大了 但是她也知道当时很危险 幸好我们当时的换手 但是当时有一个 甚至她是没有出世纪的 因为她收拾回来的时候 后来我通过上海市政府 有一个政府市长的智囊 是大学教授 一个洋教授 她就帮我们和文政部 商量 帮这个女孩找回一个户籍 让她可以正式出来打工 否则她真的做客工 客工很可能都是做色情行业 所以后来她见到很多年之后 见到她读完大学 她们将来已经很出色了 但是她见到我们都是哭的 因为她说 如果不是我们当年 她们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 其中一个很出色的 她就做了一些很大的大公司的主任 她读完出来 因为她很奋斗 出来每个都读书很厉害 后来也做到相当出色的工作 每个都给了中产阶级 后来再见她 她就请我们吃饭 有时我们人生做这些事情 我都很开心 看着我们对人有个爱 我想起《圣经》《喜以赛下书》 25章第8节有一句话 主耶和华 即是上主 主上主必拆去各人念上的眼泪 有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其实很多这些人 其实那几个的心里 都是信基督教的 即是那几个小女 因为她们都是很艰难 有人关爱她们 她遇到教会 她都信基督教 成为上帝的人 即是上帝所爱的 她遭遇可能的羞辱危机 她们真的后来都度过 就是在她最艰难的时候 我们就筹到钱 帮了她们一把一忙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写了建议书 通过苏教授 杨教授寫建议书 给中央政府 我自己写的 交给政协去处理 这个城市农民工问题 后来政府真的处理了 农民工问题 让农民工是可以 读回正规的学校 可以成为上海的市民等等 这个除了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我们还要帮助他们解决 体制上的难题 所以入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付出很多的精力和爱心 都是希望 使到那个最艰难的年代 中国的下一代 是有人爱她 有人关心她 有人鼓励她 给她希望 而且使她们努力奋斗 到今天她们都成为有成就的人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们的工作 有一个周年囚苦午餐会 叫做希望 我们这么多年在群群群的人当中 我们尝试建立希望 9月23日 中午12点半到2点半 在一个会所 我们会供应食物 分享一下我们在温哥华 和多人多一批加拿大华人 回到中国所做的种种的奋斗 以及如何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的需要 第一个我们用爱心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如果你有兴趣 请打电话 604-435-5486 604-435-5486 我们的主题题目叫做希望 9月23日星期六的中午 请大家来分享一下 了解一下 让我们一起去奋斗 在中国今天 虽然很多的贫困问题解决了 还有部分人有艰难 我们都仍然用我们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 但我们都要继续做到 这个贫困问题 是真的彻底解决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退出 因为我们国家民族的艰难很多 今天已经度过了很多难题 但仍然都有一些面对的困难 我们尽量能力